那天阳光灿烂 苏格兰的布雷马高地运动会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数以千计的观众聚集的在起伏的山丘上 迎接着这个传统的体育盛会 尽管运动会注重传统 但安妮公主以她的时尚风采 让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她穿着一身令人眼前一亮的红色外套 衬托着她优雅的身材和自信的步伐 红色的外套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宛如一道明亮的闪电跨过苍穹 安妮公主的出场吸引了镜头的聚焦和狂热的掌声 她似乎成了整个运动会的焦点 然而在这个表面上的辉煌之下 卡米拉却感到屈辱和无奈 她的心情沉重 因为她深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 在这一刻黯然失色 安妮公主的耀眼光芒似乎抢走了她所有的风头 而卡米拉则在背后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屈辱 安妮公主一直以她的坚韧和率真而著称 她是王室中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的成员 因为她是女王的独生女 享有特殊的地位 这一次她的时尚选择让她成为了焦点 而她身穿的红色外套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一时尚风潮被媒体广泛关注 这一时尚风潮被媒体广泛报道 将安妮公主的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活和亲近 然而在这个光彩独目的时尚背后 卡米拉王后却黯然失色 她曾多次努力在王室内树立自己的形象 但往往不被外籍认可 这次她的心情更加沉重 因为她感到自己的努力被安妮公主一举抹平 她私下里发泄了自己的不满 但她深知她不能公然斥责长公主 毕竟她抢走了安妮公主的初恋 这让卡米拉有口难言 只能默默忍受心中的愤怒 在晚宴上卡米拉和安妮公主交谈 她试图掩饰自己的不愿 卡米拉说道 安妮 你的红色外套真是太抢眼了 你今天在运动会上的表现也很出色 安妮公主微笑着回应 谢谢卡米拉 我很喜欢这件外套 她让我感到特别自信 尽管这段对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和 但卡米拉的心中仍然埋藏着不满和嫉妒 她无法忍受自己在王室中的地位受到质疑 而安妮公主却凭借她的坚强个性和独特魅力 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 然而 安妮公主并不知道卡米拉内心的矛盾和不满 她一直将自己的风格视为一种自由表达 而不是有意抢走他人的风头 在她看来 王室成员应该有权利 选择自己的时尚 而不必受到严格的规定 这个故事反映了王室内部的竞争和嫉妒 即使是在表面光鲜的世界中 人们仍然会面临自我怀疑和不满 卡米拉和安妮公主的故事也提醒我们 时尚和外表虽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和坚韧 在王室内部 个性的独特性和真实性 可能会受到质疑 但这也是每个成员独特之初的体现 无论是安妮公主的风采还是卡米拉的坚韧 王室内的每个成员都在自己的方式中 闪耀着光芒 英国王室内部一直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斗争 但这次的情况却格外引人注目 据悉 继查尔斯国王身体状况恶化后 他的配偶卡米拉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 试图篡改王室大权 令人震惊的是 卡米拉甚至企图将国王配偶这一身份 改名为女王 以发了广泛关注 作为英国王室的忠实粉丝 我们都知道 卡米拉一直以来都在基于王室的权力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在今年5月份成功地加冕为王后了 然而 卡米拉的野心并未就此止步 最近 英王室正在筹备韩国总统尹熙岳夫妇 即将访问英国的事宜 在一次内部商讨会议上 卡米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将国王配偶这个身份改名为女王 这一计划犹如在英国社会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反对 尽管卡米拉已经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但她似乎野心勃勃 不满足于现有的荣耀 据为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 卡米拉试图通过此举 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支持 并积极寻求更高的权力地位 然而她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 英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 卡米拉的行为在英国社会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面对这场风波 英国王室终于坐不住了 举悉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 这两位在英国王室举足轻重的成员 已经出面干预了这场争议 他们以鲜明的态度表示 反对卡米拉的这一计划 认为这种行为是对英国传统和历史的篡改 犹如狮子怒吼 苍蝇俯视 英国王室的举动 让这场争议愈演愈烈 令人瞩目 在这个问题上 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犹如英联邦的脊梁 展现出了深层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他们不仅为自己的立场发声 更是代表了整个英国王室的利益 在此关键时刻 他们的坚定立场 无异于为那些反对卡米拉计划的人们 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让他们不再孤独 在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的强烈反对下 卡米拉也不得不暂时将自己的野心收起 然而 由敏锐的分析人士指出 这场风波犹如冰山一角 揭示了英国王室内部权力斗争 已经达到了炙热化的程度 随着查尔斯国王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 这场权力斗争可能会将愈言愈恋 形成一场无法收拾的风暴 在这种情况下 卡米拉 威廉王子和安妮公主等人的行动 将对英国王室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风波也让人们看到了 英国王室内部存在的裂痕和矛盾 当前这个时刻 英国王室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她的每一步都将载入史册 安妮是伊丽莎版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女儿 是王室的骄傲 她从小就表现出非凡的马术天赋 并代表国家队参加了1976年英国蒙特利尔奥运会 安妮的坚强和决心使她成为王室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虽然安妮没有机会继承王位 但她对王室的影响却不容小觑 与安妮公主相比 她的弟弟查尔斯是英国王室的下一个王位继承人 查尔斯从小就非常疼爱自己的妹妹 就像现在的路易王子一样 对于夏洛拓公主也是如此 两人关系非常好 而且安妮也是王室成员 为查尔斯王子的继位铺平了道路 然而最近发生的事情 却让查尔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伊丽莎白最喜欢的一件斗篷是本次活动的主角 这是她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 对于安妮公主来说 这既是一套服装 也是对母亲的深刻记忆 她想保留这个东西 这样她就可以保留母亲的记忆 维尔士王妃卡米拉 也对这件斗篷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 她坚称这是一套传家宝斗篷 而不是安妮公主的 这场争斗的忠心 给查尔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她不希望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正当查尔斯犹豫不绝时 威廉王子突然出现 给了她一个绝妙的主意 她提议为两位女士制作一件相同的斗篷 查尔斯高兴地同意了 并把一套斗篷送给了安妮 另一套送给了卡米拉 这样的安排既保留了家庭的传统 又尊重了双方女性的自尊 从而消除了纠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在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